大悲水治愈狡气 作者 银川刘局史 墨学颂大悲咒已有数年 期间感应无数 有意感应四肢再三决心发布 以起大家信心 此事是本人亲身经历的真实事件 绝无虚假 此事发生在数年前 当时墨学已开始日日背诵大悲咒 一般每天七遍 但墨学有脚气 脚很臭 以前曾用大悲水治愈过 但这段时间又复发 我又用大悲水 也就是拿一个大饮料瓶装满自来水 每天对着瓶子迟念大悲咒 用时倒出一小部分 第二天装满 再对着瓶子念大悲咒 我用大悲水洗脚 居然没有生效 墨学很奇怪 因为我对大悲咒很有信心 不怀疑 就在我考虑这个问题时 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第二三天 我无意中看到了自己腿的里面 在每条腿的里面 竖着一根鸡蛋粗中空的管子 管子是半透明的 有点像塑料的 发着柔和的光 里面盛着黄色的液体 好像浓 从大腿中部一直到脚心都有 我想这可能就是病气吧 我天天用大悲水洗脚 发现这两管浓的水平天天下降 大约一个月 这两根管子还在 而黄色液体已经降到了脚心的位置 变成了黑色的渣状物 又洗了两三天 脚气彻底好了 没有臭味了 我想这是一个好感应 也许是菩萨或者是护法见我疑心 以及咒力加持 所以显现这样的感应 后来在我有邪音心时 脚还会有臭味 但忏悔后很快就会好 因为默学持大悲咒 已有数年 所以感应很多 这个感应也是私之再三 才考虑发布的 我也不奢望每位同修都相信 但这确实是真的 当时眼睛的确看到的 看透了腿 最奇怪的是 这两管浓壮病气 随着用大杯水洗脚 天天下降 最后降到脚心后的两三天 看不到黑色渣状物后 脚气就好了 这肯定不是心理暗示 现在脚很正常 要知道美好的时候 尤其夏天 别人都很反感我 就是因为脚臭 绝无妄语 阿弥陀佛 默学公布这个感应 希望大家知道 佛法是真实的 持大悲咒 是有极好感应的 希望大家好好修行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果 阿弥陀佛 随喜功德